杭州同方财富大厦有一家小刚雅思培训机构 许女士说她的朋友在这里上过课 觉得效果不错就推荐给她 这家机构在大众点评上有宣传 许女士就通过大众点评买了雅思口语和写作课程 总共花了7396块钱 许女士说她先上的是写作课 一对一教学 但老师连续两天推迟了上课时间 1月16号和1月17号连续两天去上课 都是出现这种情况 就去了占用我上课时间 在备课把我晾在一边 那个文件章我是准备好 我不小心删掉找不到了 所以才会出现那个 我说我要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因为我是每一次上完课之后 我都有调整 所以大概我推迟了十几分钟 我跟她说你稍微等一下 我这边好像材料又找不到了 那她也同意了 第二天的话就是说 因为正常的时候就是说 可能我这边是稍微打印 又花了一点时间 那么推迟十二分钟 因为一对一的话 正常我们时间上也没有陷得那么死 万老师说 1月16号和17号 虽然开课时间都推迟了 但下课时间也往后顺延了 课程市场并没有减少 许女士表示 她一直不相信万老师的解释 后来提出了全额退还写作课的费用 不过负责人李先生没有答应 许女士还提出 之后口语课要开课了 负责人李先生也没有通知她来上课 而是通过微信联系了她的朋友 并且说的话不太客气 他们认为我和他们协商退款 协商退款这个写作课的事情 他们认为我对他们有敌意 然后呢 他们就通过我的朋友沟通 就说觉得没有必要伺候 我这样一个有敌意的学生 因为我们担心这孩子过来以后呢 他会破坏我们整个班的学习氛围 因为对我们来说体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已经说了要去各种媒体报工 我们要去法律投诉 我们已经说了各种途径 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来学我们这边的课程 那么老师可能会去就是说 比如说我有一套建法要交给你 这个建法是分八个八几 比如八个小时嘛 那我在他第一集的时候 那他可能稍微看了一眼 他呢就属于自己意识比较强烈 然后呢就属于 就是说可能一上来他瞄了一眼 他就开始练了 那我跟他喊练了 我问他这怎么这样 那怎么这样 我说这个可能是第六级 我们要教的东西 那我说我先提上来讲 讲完了 然后他可能又说 后面又我还没开始讲 我说那我开始讲了 可能讲了两句 他又说那个怎么东西 万老师认为 徐女士在学习过程中 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打乱了教学计划 他也不想继续给徐女士上课了 写作部分是八小时的一课 他已经上了六个小时了 那现下两小时 我们退给他 好我现在我的问题就是 我认为之前上的六个小时 有问题 你们没上的课 退给我钱是天经地义 但是你们上的之前六个小时 课程质量有问题 也应该收我原价 一个小时五百 我要求原来有质量问题 也应该全部退款 李先生没有答应 徐女士把情况 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我认为您的课程质量有问题 我认为您的课程质量有问题 我认为您的课程质量有问题